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改装玩家 想给自己还有一套更好看的圈 但按照我国现阶段的改装法律规定 其实轮圈理论上是不允许变更轮圈尺寸的 这个你要注意 那至于说轮圈的改装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 那首先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它的一些参数 第一个参数 也就是大家最常提到的就是轮圈的直径 直径其实就是这个轮圈 对吧 这个外照面到底有多大 一般以英寸为单位 轮圈呢 一般来讲不宜改的过大 过大的话 你可能配的那个轮胎就是属于那种胎便 很薄的轮胎 你过坎什么快速 这样的话对这个轮胎是会造成损伤的 会鼓包 但也不建议改小 因为改的如果太小的话 有可能里面的刹车就塞不进去了 所以说呢 这个直径一定要选择适合的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参数呢 还有就是它这个轮圈的一个实际宽度 或者我们一般讲叫勾直 那这个G值呢 其实也就是讲的是我轮圈的这个宽度到底有多大 那这个东西怎么去选择 就是要看我匹配的轮胎 我多宽 选择合适的 勾直的 就能匹配的上 那这些都说完呢 接下来就是PCD 这个词听上去感觉很玄学 但其实很简单 它就是孔距 PCD呢 一般是由几成多少多少毫米为单位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是中心孔 这是五个螺丝孔 所以说以这个轮圈为例的话 它就是五成多少多少这个距离 那这个参数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我们一般首先不建议说是在原车基础上改这种转接盘 或者叫转锯盘这样的设定 因为那个东西是有安全隐患的 就是所以说这个孔距呢 就是按照原车上面那个孔距的尺寸 每台车不一样啊 每系 那么欧系日系各个品牌都不太一样 你把这个参数看准 要不然你就装不上去了 还有什么呢 就是好多人会提到一个叫做ET值 ET值这个啊 就说起来可能比较玄玄了 它叫做偏距 那这个偏距或者offset值的什么呢 还是一样 我们把它转过来 讲的其实是轮圈里侧的一个事情 这个事呢 就是啊 我的这个轮圈的中心线 中心位置 以及说跟我这个啊 装这个轮圈的这个叫做啊 你的这个接触面啊 它中间会有一个多大的一个偏距量 这个就叫做ET值 那这个量是用来看什么的呢 我们知道啊 这个轮圈里面这么大的空间 躺出来预留的都是给你的刹车 以及说悬架的连杆组件什么的 它预留的空间 那如果你的ET选的不对的话 同样会造成这个有可能里面的刹车什么的 就跟这个轮圈啊 接触着了 那你这个就就相当于装不上去了 所以说ET值啊 大家也需要去注意一下这个重要参数啊 这个圈还行 好 那既然说完了这些呢 最后咱们就聊聊其他方面 比如说材质 材质的话现在常见的 比如说我标上这个就是铝合金材质 相对来说呢 它的这个重量比较轻 很多原车的这个搭配方案也都是铝合金的 那这里面其实还要看一点 就是它的一个材料的制作工艺 咱们老听说有这个叫什么悬崖铸造啊 这个低温铸造啊 到锻造 它们都有什么好坏区分呢 其实就是一个 首先是从这个成型工艺角度来讲 不一样 铸造是偏便宜一些的 锻造呢 是属于那种强度高 而且轻量化效果表现比较好的 当然也不太建议说大家就是 只图便宜或者是只图特别贵 这种特别硬的这种圈啊 就是还是要看自己的一个预算 究竟这个圈是要用来做什么呢 因为怎么说呢 最保险的方法 一定要买正品 大厂 哪怕是国产的 进口 只要买这种正品大厂 有保证的 一般来说 问题都不算大 行 那今天的小知识呢 就给大家聊这么多 选一套合适的圈 不行了 您的这个心情 对吧 它其实对于这个房价质量的一个控制 也就是说 我整个车的一个动态的表现 它其实都是会有一定的改变的 所以说 一定要记住这些参数干什么的啊 换圈之前 把它研究透 今天就聊这么多 下期想干什么 欢迎你 留言 留言 请不吝点赞 祝大家